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一只 一只想试的一个国产的一个 长道岩福林 终于有机会来试一下了 之前就试写过 然后买回来看一下怎么样 这一只比方就新的买回来 我买的是1.0长衣的一个长道岩 上面包装盒来讲还是有点浮夸 个人觉得 上面还打了自己专利号 这 还有一个刀笔器 这不错不错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还送的纸 是不是他的纸特别好 我随便选了一只 就是规格就是1.0了 然后长衣 然后配的是那个 都说是精好的笔杆了 然后我现在手上这只 其实挺好看的 我觉得就是首尾没有呼应 另外一个重量来讲的话 算不算重 我觉得可能是他这个壁厚也比较薄 这样子啊 我慢慢来一步一步拆 然后上面一个键标啊 也是我算是最不喜欢的几个标志之一了 呃整笔上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大小是怎么样 好 那一个呢 首先这样子 笔杆上面我觉得能讲的不多 毕竟这个福林长刀的话 他主要卖的就是他的一个笔尖嘛 笔杆的话 他有很多配置 那跟邪乐和3776的情况一样 那都主要都是要他那个笔尖 然后积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杆上面 笔上面来讲的话 好像都是用一些比较老笔的一个设计了 笔上面来讲都是比较细 然后比较偏短的这样子一个样式 那大体上面来讲 呃笔杆的话应该是全新的 你看没有任何毛痕 而且这个处理等等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先把另外146和800先放一边 好 那个先打开看一下 好 这个是跟以前是不是红点的那是那个斜纹的一个不锈钢的一个 什么不锈钢的那个笔握好像啊 这种斜纹其实还真的眼前一亮 倒是希望是斜纹 然后能这里斜上去 当然工艺上面应该是挺难的这样子来做 拿上来的时候配重这支笔的话配重还挺不错 因为这里重这里轻 就跟邪乐的那支什么是毒泥地吗 就前面金属笔握那样子的重量感很接近 笔尖上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笔尖了 它那我上去看应该是那个26号间 那我不知道是是不是这么大 26号比我想象中要小 那笔的话那应该也是3.4口径 就是英雄那个英雄的那个什么 英雄的那个口径 好那关键点那笔杆笔握这些我们尽量都省略掉吧 但这支笔怎么讲的握起来其实挺舒服的 因为它这个金属的弧度怎么讲呢 是它是这样子 你看我手我很不自觉的就这样子往那边去拉 能感觉到握起来是非常顺手 另外它这个弧度也相当漂亮 它没有说很做作的就是在反圆角的转折在偏浅 它转折的地方在偏中间 那我这样子活上去握起来其实还可以 比较适合就是说我这种拿笔拿的比较高的人 因为我拿笔能看到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先看一下笔尖吧 那个我们赶紧来先看一下这个笔尖 就基本上其实整支笔看的就这个东西 笔握上面来讲它我觉得应该是少数的那个 钢尖的长刀岩吧 就是而且有品牌的 好那一个把手垫在桌子上 然后可以 好笔尖上面来讲能看到就是说 呃花纹上面还是ok的就是也挺平滑的 上面的光位过渡的还是挺顺利的 我们主要看一下它上面这个笔尖了 一粒那肯定是比平常大 因为我选了1.0 也就是说比M尖还要出的一个样式 然后呢是能看到就是这就平常所谓的刀锋打磨 那长刀岩那就把这个再怎么这样夸张化一点 应该这么去讲 那属于长衣那能看到我的衣力也是偏长的 整体衣力上面看到挺饱满的 笔尖也是非常的尖的能看到 那看起来的话不知道书写的感受是怎么样 但是那个能感觉到就是说它打磨的 其实你看到都是非常的一个平整 就中缝上面几乎好像看就是中缝中间过渡到左右笔尖吗 跟中缝的过渡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顺 那没有说什么错间等等的问题了 就笔尖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试完ok的话 个人觉得如果是拿自己的笔尖 自己喜欢的笔 然后给他们机会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毕竟他们卖笔尖吗 直接寄过去让他们去弄 好那一个样那试一下我们的一个笔 笔尖 好上墨 这个最重要的 我也好紧张 自从那个写的那只厂导演翻车以后 就 也不能叫翻车了 可是真的我不会用了 那一个有点失望 我说实话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吸摩器里面再放了一个那个什么 放了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弹簧不知道有什么用了 知道了告诉我一下 好那个 悬上去我估计我手又弄到了 哎果然 ok 哎 弄到又弄到 算了吧 没事没事 然后笔笔尖上面好像比较短的 那一个 还是喜欢长一点的 但这个笔握有时候用用还不错 虽然有点滑手 但是个人还挺喜欢金锁这种质感 而且处理那个加工处理的好的话 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耐用性也是非常高 我觉得 好吧 这个是 啊 小事小事 哎好像我墨水上面也有啊 我查一下 哦 怪不得 好 那赶紧的拿一下本子来书写一下 我就随便翻页空白的 我们继续 好书写完以后吧不知道是不是我墨水流动性比较高 但是感觉 你看 还真 好像比鞋热的那只要好一点 好像比较容易上手一点 但 是不是墨水要那个用粘性比较高的 好像我的水好像一放下去出水出水很足 然后一下来的时候各种墨水往下灌了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好像我还是不太会用说实话 然后那个但整笔的那个书写感受怎么样 挺滑的就是 肝肩来讲的话就是一粒处理的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没有感觉到一支笔说呃非常的硬 那用 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啊 我放大一点给你们看了 因为我买的1.0可能真的太粗了 但是 粗风好像 好像真挺好粗的 还是说 我还是 嗯说不好 不会用真的 好 那个 但感觉总体感觉还是不错 感觉拿来玩玩也是ok了 这样子 嗯 价格上面来讲也是非常的优惠了 大概书写就这样子 但是 呃说实话不是 不是很适合我这种就追求书写效率的人 好 那大概呢 这一支笔就 这样子了 或者你们有什么想测的 我我再拿出来 到时候我再拿出来再再试一遍给你们看吧 但我这支笔给我的感觉是挺不错的 可可能是说 呃怎么讲都能写了 但我觉得买一个那个什么 呃细一点的可能效果还好一点 因为我这个可能真的是买的太粗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那个我漏奖的帮我补充一下 或者有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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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